高雄的確診個案是連續兩天 都比臺北還要更高 有醫師認為說 南北黃金交叉已經出現了 那高雄市長陳其邁是認為 北部的群體免疫比較高 目前是會著重在確保醫療量能 來應付即將要上路的快篩陽 及確診政策 高雄二十四號新增 九千四百零八例個案 比臺北多了八百多例 連兩天超車臺北 有醫師認為這是南北黃金交叉 高雄市長陳其邁認為 是因北部盛行率較高 越多人染疫 相對群體免疫就會增加 陳其邁表示 邪率需慢慢壓低 避免超過醫療負荷 而中央預計最快 本週四全民試用快篩陽 及確診 高雄市做好初步換軌規劃 二十三處社區篩檢站和九大醫院門診 將轉為快篩陽性判定門診 但有基層醫師擔心看診流程 耗時診所未必願意配合 而確診判斷牽涉保險 理賠等問題也怕引起爭議 診所希望政府擬好配套措施 但問題不僅如此 中央推行視訊看診 APP健康易有 被不少民眾反應 難登陸或不會用 另外為確保病患 都能獲得診療 派案不分縣市 南部醫師也會接到北部病患 彼此陌生只靠視訊問診 又不熟悉病患對藥物的反應狀況 往往讓醫師去保守 只敢用安全但效果有限的藥 疫情嚴峻也讓第一線醫護陸續確診 高雄一位確診醫師服用Paslovy兩天後 雖沒出現常見的腹瀉嘔吐等副作用 但嘴巴常感到苦澀 不少患者也反應同樣問題 需靠天時緩解 醫師提醒Paslovy要達到最大療效 需吃完五天份藥物 若副作用劇烈無法忍受 也需由醫師評估 不可擅自停藥 另外Paslovy會跟多種藥物起交互作用 評估開藥時有慢性病 長期用藥的患者 也需告知病史及用藥狀況 以確保抗病毒藥物 不會對身體造成其他危害 記者 陳幻宇 陳顯坤 孟昭全高雄報導 我身邊的患者 我會在你的心裡 我會 必須大 我會想到 你不會偵渡